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一个丛林盆景的一个水山 水山是咱们国家特有的一个树种 也是一个遗节种 它是从冰川纪一直过来 活过来的一个遗节种 以前叫活化石的一种植物 过去只能在化石上见到 那个水山这个植物 它冬天会落叶 落叶的时候比较枯黄枯朽 那有人一点都不喜欢 特别枯黄那种景色 但是有人就觉得那种枯黄的景色 它也是一种残缺的一种美 一种秋色的美 那水山的养护其实特别简单 不要缺水 然后适当见光 像这种小植株 就是适当的见光 然后你种植的土壤 基本上就是营养丰富一点 就可以了 这平常就不要给它缺水 浇水的时候 一定要给它浇透 不要给它缺水 这水山就会很好的养护 这个小盆景本来就成立的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一个丛林的一个盆景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棵树 一般那个盆景是以单树为比较合适 因为单树你不管从哪看过去 它不会是个完全对称的 它都给你留有一个稍微想象的空间和余地 这就是这个丛林盆景的一个要素 但是我觉得像这样的水山拿来之后 我还是觉得 这个虽然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小丛林 我还觉得是不太满意 我觉得还是如果经常关注我视频的老朋友 老网友都能够知道 以前咱们也做过一些像秦岭月色一样 就是拿这个水山做的 我经常说 我说咱们做盆景要有一个利益 你看这一盆水山 你就给人的感觉就是 你可能看不到月色 也看不见月亮 但你明明能够感觉到似乎有月亮 因为它的树显得很幽远很丛生 你在一个山水当中 或者水旱盆景表现的时候 会更有意思一点 因为山水盆景往往分为高远平远和深远 像这种 你就可以做得幽深一点的深远的一个景观出来 也就是说这种东西 你自己去作为盆景拿回家的时候 可以自己DIY一下 里面放点小亭子小石头也可以 然后把整个树的树形做一个修剪 多余的枝条给它剪剪掉 这也是可以的 如果有网友朋友对水山这个品种的养殖 不让养护各方面还有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这样我有时间就给你回复 我是老楼 如果你也对中国传统文化 很紧艺术感兴趣的话 那么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留言 并且咱们一起探讨交流共同成长 我觉得是个选择 绝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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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